第1個超越中 嗨 我是KOPPA 為您帶來的是這一聯盟的甲太郎 這個標題有一個等不到ND 就是Next Stream版本的甲太郎一直沒有出 那除了超越中限定 那現在又出了這個盤田隊這一聯盟的 我們來看看他比起超越中限定可以嗎 能不能夠替代那個超越中呢 我們來看看內容吧 首先是球員分析 我們看看他的優勢 這個是隊伍技 技術性球團 5名加23% 然後被動比較普通 面對OMF跟DNF 他有加能力15% 加的不是很多 他的半 兩名以上技術性球團 4.5% 這倒是非常的簡單 然後給的也很慷慨 然後是自動攔截80%的機率 不限定區域 以及使用必殺技的時候 體力消耗量減15% 是蠻實用的 但是就是這個被動加的太少了 他的優勢呢 是他的慘球 是假太郎各版本裡面最好的 那我們來看看他的劣勢 偏偏慘球也是這個劣勢 不管哪一個版本的賈太郎 殘球都很弱 這個射門攻擊沒有威脅 就是指這隻角色呢 不是像超越中限定可以拿來射門的 你就不用期待他射門了 然後呢 他的劣勢不是面對OMF跟DNF 也就是他的被動了 一旦面對的是DF或FW 剛好就是外部的威脅了 那他的能力值就沒有那麼高 少了這15%就更差了 所以他外部威脅很簡單 就是FW跟DF 那不用考慮封印 他沒有防封印 但是因為他的技能非常的齊全 再加上不用射門 所以你7項 其實放各兩項的話 是不用怕被封印的 我們來看他的外部機會 這個進入對決模式 可以封印對手其中一項必殺技 機率70%算蠻高的喔 然後是鼓舞 取得對決勝利會使我方的時期跟普邊 下次使用必殺技的時候 必殺技威力加5% 這個需要有普遍跟時期才有意義喔 因此我給的抽卡建議會是 圈可以擁有 可以擁有 不到建議擁有 可以擁有 我們來看看 這個數據計算說明 陣型攻擊增加10% 極限突破是加1000 半40% 隊伍技能69% 高低空屬性優勢跟拆隊加成 依照官方宣布的數據計算 趕快來看看內容 這個球員數據的實際 主角賈太郎 盤球 我們來看 面對有屬性優勢 也就是數屬性 即刻數 他最高可以來到20.4萬 最低是18.4萬 差別就在於 是不是面對OMF跟DNF 我們來看這個 拉頓加 這個26.5萬 非常的可怕喔 現在這個 產球第一名就是他了喔 這個賈太郎應該是過不去吧 差太多了 差很遠 何況這個如果是正在DF 26.5的話 只要對18.4更是綽綽有餘 然後是奎心武 他位置剛好是賈太郎可以加成的 但是還有24.9渾身一級 基本上這個產球也是輕鬆 然後是卡爾茲 非常輕鬆 就算是體力沒有減少22.2也足以 慘加20.4了 然後是渾身一級的泰格波朗 這個泰格波朗就有風險了 你可以看到渾身一級19.3 如果他是站位OMF或DNF 他面對的是20.4他就輸了 但如果他是站位DF 他是可以贏18.4的 我們來看看 賈太郎面對沒有屬性優勢就非常慘了 這個19.3萬是最高了 面對DF 當然是17.5面對24.7 這個大力當前 就算體力沒減少21.3 也是輕鬆 然後是3.3存 沒有問題23.9 然後是里包爾22.4也都贏 然後是打比20.9還是贏 所以這個賈太郎的盤球就沒有什麼威脅性了 我們接著來看他的傳球 這個20.8萬面對速屬性 這個是奎欽舞 然後是卡爾茲 基本上都是贏 拉頓加 哲天猛 沒有問題全部都是贏他的傳球 所以這個斷球速屬性 雖然屬性是輸假太郎 但是可以贏他 然後是19.7萬 是面對沒有屬性優勢技術或隸屬 首先是隸屬性 你可以看到這一個是阿爾貝托 打比等等 就算是被他加成好了 19.7也無法傳過這些 橫角色 然後是卡爾茲 然後是格蘭迪奧斯 21.6萬也是贏 但格蘭迪奧斯是需要猜對 如果是17.2萬猜錯的話 就沒辦法了 我們來看看結論 盤球傳球 即使面對屬性優勢 就是指數屬性 或者是OMF再加上DNF 加成後 他也很難贏 但是如果有封印到 就穩了 簡單講 在這個攻擊方面的 盤跟傳呢 沒有封印 他基本上面對頂尖的球員 是很難過的 只能靠猜拳 但是如果有封印 那就更好了 那我們來看看 鏟球跟斷球的防守面 首先是鏟球 20.5萬 面對速屬性 奎琴武 渾身一級 21.10萬很高 但是隨著體力下降 其實賈太陽不是沒有機會 然後是速屬性的 便尼迪斯 他是贏賈太郎 接著是萊文 然後是泰格伯王 都已經輸賈太陽的數據了 當然還是要看站位 如果萊文是FW 或者是泰格伯王是站位DF 那可能沒辦法 那我們來看看 鏟球面對 隸屬性 這個 同樣是賈太陽 超越中 就沒有辦法 超越中是穩穩的贏 就算沒有對決獲勝 這個盤球20.5萬 也是贏19.6萬 然後是皮埃爾 20.6萬 也是贏 這個22.1萬 是預測得勝 那在這裡我是假設 鏟球面對盤球 然後 技術性的羅伯特 沒有問題 日向小次郎 19.9 也是贏 但是日向小次郎 一開賽 是16.8萬 是小輸17.7 簡單講 大概5分鐘 10分鐘之後 這個日向小次郎 面對賈太郎 直接盤球就過了 那我們來看斷球 這個是22.6萬 面對的是速屬性 基本上全贏 沒有問題 當然還是剛才要講 就是 站位的問題 如果 战位DF 這個 萊文 站位FW 那當然就沒辦法 但是其他 這個OMF跟DNF 賈太郎都是輕鬆 然後接著是 21.7萬 面對 力屬性跟技屬性 我們來看看 首先是皮埃爾 這個 20.7 賈太郎是19.6 那是輸 但是這個席單 21.6 是OMF 賈太郎21.7 已經贏了 然後是 羅伯特 21.5 大敵當選 也輸賈太郎 然後是沙維 20.7 中場 還是輸賈太郎 所以這賈太郎的數據 其實 在防守面 真的還有抵抗性 我們來看看 鏟球 面對速屬 OMF跟DNF 可以壓制 但是面對力屬跟技屬 加成後 還是比較難贏 需要依靠封印 但是斷球就不一樣了 各屬性的OMF跟DNF 他都可以壓制 算是還不錯吧 至少在防守面 他是可以依靠的 好 我們來看看各版本 首先是 這一個 是今天的主角 賈太郎 J聯盟 你可以看到 射門是真的不用看太慘 這個只有第四名 比較的對象在這裡 倒是這個盤球 你可以看到 他佔據了 第二名 這個賈太郎 是第一名 當然超越中 基本上不是1 就是2 實在是 這個賈太郎沒有辦法取代 這個超越中 你看他的傳球也只有第三 然後還是輸 超越中 這個傳球跟三角短短 最厲害的會是這一位 普卡潛能覺醒 這個賈太郎是 傳球跟三角短短 占據第一 但是其他就只有四跟五 你可以看到 這個 這一聯盟的賈太郎 三角短短也是第三 但是 鏟球會是各版本裡面 他是第一名 而且 雲超越中 五千 算不少了 然後是斷球 他是第三名 所以這個賈太郎 拿到第一名的項目 只有一項 大部分會是第三名 或是第四名 然後有一項 盤球是第二名 好 接著是與其他球員的比較 這個第一名 仍然是21.9萬 盤球是羅伯特 這個賈太郎 19.3萬 是蘇里鮑爾 19.4 但是 尹克里斯曼 19.2 跟席丹的19.2 是相對位置的比較 至少你要有同樣 OMF就是了 那我們接著來看的是 傳球跟三角短船 傳球第一名 還是羅伯特 21.5萬 這個賈太郎 在這裡 19.7 他是贏 葛蘭迪奧斯 19.7 輸 這個百年球衣的 澤天猛 19.8 也輸這個超越中 賈太郎 19.9 但都只輸一點點 你有沒有注意到 傳球是只輸一點點 然後是三角短船 第一名的男士 萊文 23.1萬 這個賈太郎 有20.8 輸這個超越中 也只輸一點點 傳球這方面他真的是還不錯 然後是贏 魁欣武20.3 也贏 澤天猛20萬 接著是 鏟球跟斷球 他的防守是比較好的 我們來看看 鏟球當然還是稍微偏弱 16萬還贏這位 大空益 巴塞隆納球衣的大空益 15.8 但是輸布萊恩 16.3 輸這個 2020年底的 加太隆寧亞的大空益 16.5萬 但是他們都輸這個 OMF目前第一名是21萬 也就是 魁欣武 我們來看斷球 第一名是魁欣武的21.9 但他不是所有球員的第一名 所以顏色不是黃色 我們來看這個 賈太郎在17.9萬 當然是輸這個蠻多的 差了4萬 但是他贏 2020年的 月底限定 Rising Sound的賈太郎 他贏哥德 然後是輸克里斯曼 18萬 但輸一點點 他們四位可以說是伯仲之間 好 那我們來做個總結 這個賈太郎 在攻擊方面的輔助 如果沒有封印 實在是有點難推進 但還好他有70%的機率可以封印 基本上你還要注意是面對OMF跟DNF 不過如果你有封印到 基本上 對手沒有辦法 攔截你的球 或者是 鏟下你的盤球 就算不是OMF跟DNF 他的數據也足以通過了 雖然在攻擊上他可能沒有那麼犀利 但在防守上 他的表現還是不俗的 尤其是斷球是蠻強的 靠這個封印 不限定這個技能 不像這個克里斯曼是針對斷球 他可以封印對手的斷球 這個賈太郎則是 不限定是斷或殘 當然這樣的壞處就是 當對方有射門的時候 你也有可能封印到射門 等於還是要靠猜拳 來面對對手 還有一點就是賈太郎的通兵 就是 殘球實在是太弱了 這個也是一個沒辦法的 天生的缺陷就是了 好 以上是我對這個球員的介紹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